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有一個人 加拿大很多人喜歡去養寵物 有一個人就去寵物店找 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一隻他很喜歡 他就問店主 這隻怎樣 店主說這隻好東西 你看看 懂得做家頭世務 不單止 這隻狗仔還非常忠心 上賣的人就問 忠心? 怎樣忠心化? 我不說你都不知道 我之前賣了他出去四次 他自己都回來了 你說他多忠心 這隻狗仔真的很忠心 你今天用腳來投票 回去崇拜 不知道你對你的信仰有多忠實 今天我想分享一個主題 叫做此至不宜 宗信到底 經文來自 約翰福音第六章 章節很長 所以我們讀少少 然後在過程裏 又跟大家再讀一些經文 先讀第一節至第九節 和十四、十五節 可否我就讀一節 你讀一節 約翰福音第六章 第一節 這時以後 耶穌度過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亞海 有許多人 有許多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實跡 就跟從他 耶穌上了山 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 那時猶太人的魚接近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 就對肥力說 我們從那裡買餅 叫借適人吃呢 他說借話是要事業肥力 他自己願知道要怎樣 肥力回答說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你各人吃一點都是不救的 有一個門徒 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生 訴說 在借裏有一個孩童 帶著五個大麥餅 兩條魚 只是分給者許多人還算什麼呢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戚 就算 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善治 一起讀十五節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迫他作惑 又獨自又退到山上 好 這個故事簡單講 用四個字講 是講什麼的 五餅二餘餵飽多少 五千人 大家都很熟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說得到這個故事一點點 地點在哪裏 大家有沒有印象 五餅二餘 五餅二餘很熟 地點沒有印象 箭咀有 在白菜大的 左邊就是整個以色列的地圖 很簡單 是一個長條形的 在地中海的東邊 最上一個湖的名字叫做加利利 是低於水平線的 一路下去就是死海 更低一點 很厲害的 其實很簡單 你一認到加利利 一下來整條約旦河 在左邊的 全部就是整個以色列的地 上面就是加利利 中間薩瑪利亞 下面是猶大 行不行 整個以色列的地圖都拿了 那你說加利利怎麼認 很簡單 你什麼時候見到勢尼Sir 你都認得到 就是這句 這個 我覺得上帝把神聖的記號放在我的頭上 叫我好好地祈禱 相迎著加利利 好了 一起來回顧一下整個故事 五餅二餘 就是耶穌去到白菜大 在哪裡 大概就是加利利的北小小的地方 在那裡 很多人跟著耶穌 接著又怎樣 肚餓 因為聽到聽了很長時間 那又怎樣 想找東西吃 他們說 他們沒有找東西吃 耶穌關心他們 就問肥歷了 是不是 喂 那麼多人 那肥歷怎麼說 剛才剛剛讀完聖經 你拿二十兩來買 都不夠他們吃 接著他們到處找 找到一個小小的 他拿著 五個餅 兩條魚 為什麼不是五碗飯 兩條魚 而是五個餅 是因為他們吃餅 即是中東的人 你去過就知道了 五餅二餘 剛好就有一個小弟吃兩餐 差不多 是不是 那 那 怎麼夠啊 於是耶穌就叫他們 走到一個神職 一刻吃吃不吃得完 吃完還有剩 剩了多少 剩了 十二藍 不是二十藍 剛好倒轉了 剩了十二藍 然後還有一些故事發生 大家對五餅二餘的故事 就很熟悉 但是對其後發生的事 就少看 其實我是想向前文後理 來提這件事 好 大家說得都不錯了 是不是 好 記住哦 五餅二餘餵 行的神職餵飽 多少人說 五千個男人 Sorry 是啊 五千個男人 那參加崇拜 是不是只是男人去的 所以他如果帶一個 太太去 不是帶一個太太 不是很討論 帶一個女人去 即是帶一個太太 帶一個太太去 那就已經 一萬人了 如果帶一個兒子 就一萬五的了 一家四口 就二萬的了 那有些自己單身去 有些帶太太 有些帶一個兒子 估計最低限度是有一萬人或以上的 五個餅兩條魚 本來夠一個小孩吃兩餐 他原來耶穌行的神職過一萬人 是否厲害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是耶穌侍奉的其中一個高峰 他出來沒多久 一萬人來聽道 厲害嗎 好 這個時候 如果有一萬人來到我們 Bernabit神會 聖不聖 聖啊 接著耶穌怎麼說 即是行完神職之後 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來吧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你可不可怕 耶穌在講一些港客的道 於是那些人走 受不了 你不是吧 你是不是邪教 叫我們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如無飲血 為何要這樣說 接著那些人就走 這話甚難 誰能聽 就在六張後訣 即是這段經文的後訣 於是他們就走 那些門徒一個一個走 耶穌就問彼得 你們也要去嗎 你們走不走 彼得看著耶穌 他說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 厲害 原來 原來整個六張要佈置的經文 下到這一段 就講出了整個主題 此字不疑 忠信到底 等於我們 嫁那個女兒的時候 跟她梳頭 一梳梳到尾 即是一嫁就嫁到底 即是你看 信主就信到尾 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 好 那就直落了 多少人跟從主話 剛才講 差不多有超過一萬人 不是今天的一萬人 是二千年前一萬人 二千年前 那撒勒城 即是耶穌成長的那個城鎮 九百人口 一個九百人口的地方 那撒勒在下面少少 這邊過少少 走過那裡 居然聚集了一萬人 是很驚人的 我計過 大家這樣站來排隊 大概是五公里長 即是由Bernabed神召會 排到Metro Town 那些人來崇拜 你想想 如果Bernabed神召會 早上九點九崇拜 有一萬人來聚會 你想像一下 那些人排到Metro Town 一路走進來 你做Bernabed神召會的教友 驕不驕傲 什麼反應 驕不驕傲 有射就自然香 當然驕傲 為甚麼 聖經解釋了 為甚麼他們來 一萬人來 因為有很多人 第二節說 看見他在病人身上行的神跡 就跟從他 有病得醫治 輕的可能是鼻敏感 我又有鼻敏感 時時漏鼻水 重症好像Covid 好像Steven 就中了 本來今天他領事 中了 那就不能動了 所以病了的 農夫 就不能做事了 找不到吃了 一個女士 如果她是不潔症 就不能跟家人共聚吃飯了 嘩 你去醫院的專科 很多人排隊 是她的 有病得醫治好嗎 好啊 如果你相信耶穌 她可以得醫治 多好呢 我最近 大概兩三年前 因為我的眼睛經常爆 爆血管 有些事 有教育說 不如你去做老素苗 於是足足等了 在香港排期 排了兩年半 就排到了 一刻做了老素苗 那個醫生說 黎先生 你這個老前業有點萎縮 那我有點面青 有什麼影響 你的記憶力會慢慢衰退 那師傅就轉介我去 這個什麼叫 認知治療那裡 就做了這樣的測試 好 接著 他三年前 我又試過頸椎痛 二位痛到 直到連睡都睡不到 足足三四個月很困擾 你想想 如果你在病裡 一去到 耶穌 即好 正不正 正啊 正啊 是不是 所以他們就來了 就是來了 原本他們要去哪裡 因為聖經交代了 剛才講了地點 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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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good 讀經要用一點點心 近如月節 就是 猶太人 一年有三個節旗 非常重視 我們叫做神聖的約會 他們在這三個節旗 無論你住在 以色列的任何地方 你一定去 上去耶路撒冷過節 即是說近如節那幫人要去 為甚麼 因為剛才說了 由加利利 到猶大 耶路撒冷的聖殿 那裡 是要走三天的路程 你記得嗎 當他們完了崇拜之後 他們由猶太 走回拿撒冷 走了三天的路程 發現才不見耶穌 其實是回到家才不見兒子 因為兒子十二歲 一去朝聖 是整個家族去的 爺 阿公 阿叔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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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姑 六太 那些都去的 所以有時候兒子跟別人去 就想跟一跟回去 咦 這家又沒有這家又沒有 才再走三天去找耶穌 你看看 那你就明白那個情況 是不是 嘩 本來要去耶路撒冷過節 他們不過節 不去耶路撒冷 走去哪裡 走去百塞大 現在過萬人走去百塞大 中國人跟猶太人有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很重視過節的 我們剛剛過了一個什麼節 哇 你知道什麼中秋節 阿師太走去Crystalmore 人山人海 簡直是插針也不一 好 如果猶太人過節 由加利尼上去耶路撒冷 他不去 反而 等於我們 中秋節 不去過節 走了去Kelona 去參加培靈會 Kelona 就是譯出來 叫什麼Lona 這樣 去那個地方 來參加培靈會 你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 很簡單 全福音人多好不好 二十幾年前 我教會 大概當時都是二百人的教友 如果我們舉辦福音聚會 無論是福音主日或晚會 大概有二百三十人左右 有一次 二十幾年前 請了個明星 剛剛答上答 他名叫陳松玲 我知道那些年輕人 你還未認識他 點頭的就有不上下 我猜不到Panda 你居然點頭的 一請他來 猜也猜不到 請他來做見證 六百人來我們 平時二百 現在六百 你怎麼能cater這麼多人 於是堵得爆 我們的全導人 我們的核心工作人員 興奮得不得了 厲害了 厲害了 很多人了 那怎麼辦 立刻要組隊 他沒有想像這麼厲害 朱莉sir當時也很英俊 那些人就不厲害了 沉重另離 六百人 於是又要搞秩序 又要搞整個流程 搞得很辛苦 好了 坐滿了 塞到爆 有些人進不了 於是還要罵我們 六百多人坐在那裡 很高興 誰知道主席來唱歌 我勾頭了 為什麼六百多人都會唱 教會的師歌是信徒式唱的 馬上了解了解 原來來的那些全部信了耶穌 是上水粉嶺那些的教友 是別的教會 因為來看明星 我心想就打得少 我們這個聚會叫什麼 福音報道會 是向未信的人 介紹耶穌 怎麼好 你信了耶穌 好心你不要來 你走來看明星 慶不慶 人多好不好 人多好不好 哎呀 這刻我突然間有這種感覺 明白嗎 還要被他們罵你 明白嗎 不夠位坐 好心你回家 你還走來 所以 原來人多不一定好 在乎動機 你決定 那晚人來 聽耶穌廣道 好還是不好 看動機 好了 接著 耶穌就出史提問 門徒 因為這麼多人在 好嗎 很多人 謀了兩個太興奮了 上面那個就是 以色列的模型 最高的地點 右手邊的就是耶路撒冷 接著下來 北劍就是 尼希米時代的建城牆 好像北劍一樣 這個就是 大衛之城 就是這樣 然後呢 耶穌年代的耶路撒冷就是這樣 很厲害 所以一過節 是過十萬人湧去耶路撒冷 執滿了 而伯賽大就是這裡 即他們居然不去耶路撒冷過節 走去伯賽大 過萬人 聽耶穌講讀 你就明白這個情景了 耶穌問他們 我們從那裡買餅 叫這些人吃呢 剛才我們讀經也讀到了 第六節 耶穌就 聖經記載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肥力 為什麼十二個門徒 不試驗其他人 要試驗肥力呢 我們回想一下 現在這件事在哪裡發生呢 白菜大人 肥力就是白菜大人 即是在十二門徒裡 他就找了一個地頭蟲 你最懂地形 於是我問你 哪裡買這些餅吃啊 這樣 肥力就說 二十兩銀子都不夠 師傅拉比 那二十兩銀子是什麼的概念呢 是當時八個月的普通工人的薪輯 我計一計 大概是 折算溫哥的話 是二萬一千元價幣 因為我們開崇拜了 今天都很開心 有三兩位 第一次來到我們當中的 原來有一次打開門 不是三兩位 是一萬人來 然後我就找Paul 怎麼搞啊 你怎麼買東西給他吃啊 預備一萬個飯盒 Paul說 我拿八個月的薪金來 都買不夠給你吃 你就明白那個情況 就是這樣了 傳統我們會這樣想 耶穌為何要問肥力 傳統 詩詩 你研究過的 有人說要試試 究竟聽肥力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聽過 看看他信不信耶穌行神 這個傳統一般的解法 我從小到大 我的牧者都是這樣說 但後來我傳聞 尚問一下你 他一路去了解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待會我就會講一下這個意思 其實耶穌是想看一看 他的門徒 明不明白信仰的真意 還是他們信耶穌 想耶穌行神職 所以肥力是OK的 他說二十兩不夠 他不是從神職這個方向 他想事情 他通過了他的考驗 其實是 這個信仁仔 五餅二餘 已經說了 只是一句信仁仔 吃兩餐 然後耶穌行神職 行完之後 眾人看見這個神職 就說 借真事哪要來到世間的先知 他問完肥力 肥力說不行 然後安德烈就說 有五餅二餘 耶穌就叫他們坐下 然後祝謝祈禱 就抹開 睡了 於是五千人 大人就吃飽了 吃完之後 那些人一看到這個神職 最後有一個 comment 他說 謝真事哪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請問這個結論好還是不好 好嗎 好嗎 好 我講完道之後 有些人有病了祈禱 他就好了 這次大家就指著 西雷Sir 真是從上帝來的先知 真猛料 好嗎 真是很厲害 看看動機才知 好嗎 你報道會之後 那些人說 基督教真是猛料 好 還是不好 好嗎 哦 約翰即甲幫你做 補一句下去 怎麼補 耶穌僅接著這句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迫他作亡 就讀字又退到山上去了 看上文下 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明白 原來先知在當時猶太人的想法 不是單純的信仰層面 當然 都是信仰 但是不是單純信仰 他更是政治上復國的領袖 就是他們等著一個先知從神來的 救他們打敗整個羅馬的政權 然後脫離這個殖民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明白嗎 所以他說 你真是要來世間來的先知 要是湧他做王 跟著造反 打敗羅馬政府 然後宣告以色列獨立 六百年 秘魯已經淪陷了 由巴比倫回來之後 經過馬代波斯 經過希臘 再經過羅馬 六百年 現在獨立 很棒 他們正在等著這個 加利利 加利利 剛才我們說的上面 加利利 下面 耶路撒冷 有大 加利利其實是全個國家裏面 政治最激進的一個地方 他們多次已經起義來爭脫羅馬控制 就在拿撒勒 耶穌成長的地方 對面有個陣 那個陣的名字叫做 塞法利斯 在這個時候 沒有多久之前 大概十年 二十年 就是做過犯人 誰知被鎮壓 被羅馬人打敗了幾百人同時判處死刑 你就明白加利利人的情況 所以他們一直心心不分 你壓下去 政治手腕壓下去 我找到機會一定會犯 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這樣 這些人一見到耶穌 可以了 可以變成餅 有得吃 所以擁出來做什麼 做王 然後推翻羅馬 耶穌一看 剛才David說動機不良 不行 要離開 不做這個王 整個約翰第六章 原來講到三種來見耶穌或者信耶穌的態度 動機出問題 約翰數出三個 面三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就有得吃 剛才說五餅二 嘩 大佬是不是有得吃 第二 有神跡 第三 可以破暴政 真是超值 基督徒都很喜歡講英許 上帝英許 今生得八倍 內世得永生 正不正 今生風山水起 內世還要永恆存活 過不過癮 過癮 過癮 有病進來 厲害 一灑聖水就好了 聖餐的時候 除了抹餅之外 還有牛扒菜 加拿大這個總理 如果杜魯多 衰衰 我們祈禱 一揮手 馬上下台 正不正 這些加拿大講不講得 OK 多好呢 假設而已 這是假設問題 信仰 你想想 你宏觀全世界的信仰 如果信仰自由 給人自己去選 人一定是按著自己的喜好去選信仰 結果就是敗偶像 結果就是敗偶像 約翰第六章就是在說這件事 西麗sir追求溫飽 有什麼不妥呢 其實沒有不妥的 有困難追求神職解困 又有什麼不妥呢 沒有不妥的 其實是不是 你想想 走到絕路 我絕了 求你介入幫忙 我行個神職吧 麻煩你了 天父 OK嗎 不敢回答 你覺得我的態度 OK嗎 OK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有一隊宣教隊 去馬來西亞宣教 你知道馬來西亞 都算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公路由浮去浮很遠 誰知道他們自己拿著一個車 他就來宣教 誰知道路渣 入了高速公路之後 忘記了入油 糟了 突然間那個人才發現 可能太投入了 沒有油了 還有幾十里才到 於是就說 大家祈禱了 特別是我們Pentecostal church 祈禱了 全車的車輛的人 祈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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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不是拋鬧 那些宣教比較比較荒野 祈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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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人說 還有二十里 還有十里 祈禱了 還有五里 祈禱了 祈禱了 還有一里也要命 你要走去 買油來 終於讓他們到處 一手進入油站 全車拍場 哇 忘形 你想想 你在那裡忘不忘形 一打開車頭蓋 煙不斷飆出來 然後那個跟他入油的人說 你們搞什麼 你的車沒有油 沒有水 你的車頭不燒 就是神跡 全車人一聽到 神跡 啊 於是又再唱歌 哇 歌不乖 有神跡好嗎 當然 好啦 是啊 我又有一次 大概十年前 就去東馬來西亞宣教 馬來西亞分西和東 原來語言都不同 去Saroah 叫什麼 不知道什麼 我都忘記怎麼翻譯 是蘆哇 那個地方 去到那個地方 那些東馬的人 其實是食人族的後裔 我們去參觀他的博物館 上面還吊著兩個人頭 你就知道 我們跟他們傳呼音 他們住在那些屋的位置叫做long house 就好像我們的牌屋 但是那些牌屋是黏住了 而外面的門口 就有一個空間 而所有的空間是打通的 所以是一條長的走廊 我們就在那個長的走廊 就來做報道會了 那他們吃飯又坐下來 他真的少一些信心 都做不到 因為那些食物 你眼看下去又不是太乾淨 又坐在地上 他們又不穿鞋 然後那些水 不知怎樣 你看到那些顏色很有趣 有些人會擔心 所以我說 主耶穌 主耶穌 我說 前方他們又不是說馬來西亞話 是說土話 那些土著 所以其實挺難的 那段時間他們帶人唱詩 要講到有個翻譯 那段時間之後 可以跟他們服侍 那服侍根本無法溝通 你想為他祝福也不行 那我突然間有個想法 哎呀不要管了 醫病呢 就是要重複 那我就叫那個人 你問一問 有什麼人要骨痛 手痛 因為我醫要骨痛 手痛 比較拿手 那他問一問 那他就說 那我說 那是 那是 那我說 那我就抓他來了 那我說 那我說 我說 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讓你的手扭到 受傷的地方的痛楚 消除 敲門 那奇妙之後 他說 我拍下去 我說 你試試 你試試 嘗試 嘗試 那他真的試 一試 OK 突然間他叫出來 哇 差不多多個摩哥 那樣 哇 我不知道他說什麼 總之加拿摩摩哥 跟著一堆人湧過來 排隊 逐個旗 嘩 所以為什麼 他宣教是特別多神職 因為今天你沒有能力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無能為力 你怎麼可以告訴那些人 耶穌真是天上來的上主 是透過某些 所以希伯來書說 透過神職歧視 去證明他賭 就是這樣 好 所以我想說 追求溫飽有什麼問題 今早我不吃完早餐 站在那裡說一說就暈倒了 追求神職有什麼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那個動機 好了 有段經文在第十節 剛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到 好像沒有讀 他們的交代很有趣 他們坐下五餅二餘的時候 因為那裡的草多 不過 約翰無故要交代那裡草多 剛剛兩個月前 只是去完旅行 匹力 是嗎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會坐在什麼地方 坐草地 為什麼坐草地 舒服 約翰就是交代給你聽 所以加利利是綠草餘因的 一路南下越來越荒擠 所以去到耶路撒冷是很荒擠的 上面就草多了 第二 第一 他交代地理草多 坐得很舒服 第二 交代了時間 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是的 而言之 猶太人等於我們中國人過節 我們一想起中秋節 就想起什麼 是的 那月餅紀念什麼 月餅紀念不遠 你真的要回去讀中國歷史 月餅是紀念起義的 在月餅上床子 大家一起來返元 是的 那 端午節紀念什麼 Miselle 紀念 核元 是嗎 就是紀念一個人 他要以命來殉國 就是這樣 那如意接紀念什麼 厲害 當時一個奴隸的國家 連國家都不是 是奴隸 打敗了當時一時無量 武功蓋世的埃及強國 所以在這裏 我們坐在這裏 看到耶穌行神職 又醫到病 又草多 又舒舒服服 又跟著如月節 若角打敗強國 突然看到耶穌 這次無得輸了 為甚麼 有先知 有食 有神職 三軍未動 糧草先行 你想起義 你想打下羅馬 你也有糧草 不要緊 耶穌弄一弄 又五餅二餘 弄一弄 又是飽五千人 很棒 今天起義沒有問題 有兵有糧 最重要是我們有這件 秘密武器 先知耶穌 無得輸 所以有先知 即是神同在 在利美港記那裏這樣說 即是五經那裏這樣說 他說如果神同在 你們以色列人 五個人可以追趕一千人 追趕一百人 一百人可以追趕一萬人 所以只需要動員五千個加利利人 就可以殺退二十萬羅馬大軍 你明白他們的動機 所以耶穌知道眾人要來 強迫祂作王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 耶穌發現 糟了糟了 是 跟從我是好 但是動機不良 就論盡了 如果你只為今生 不體見永恆 出事了 所以耶穌要將這個教導 轉上一層 教得更加重要 他就說 第六章仍然 七節 不要為必壞的食物努力 要為全到永生的食物努力 沒錯 我走到神跡 你們吃飽了 不用去找東西吃 還可以坐在那裡聽到 不過 這一個只是一個最基本的需要 你們有更重要的需要 就是追尋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糧 我的肉是可以吃 是可以喝的 打錯個字 我的圈是可喝的 嘩 不是吧耶穌 好 你是生命之糧 都ok 是嗎 figurative 來理解 你說你的肉可吃 你的血可飲 那怎可以 那他的門徒中 有些人聽見 就說 這個話甚難 誰能聽呢 即是你說的 這麼不明白 你是不是邪教 聽不明白 從此 從此 他門徒中 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 同行了 我們開頭不是說 覺得耶穌好像趕客 我覺得他真的趕客 就是因為你動機不良 我要翻上一層 我要把信仰的真意 告訴你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誤會了 好 那些門徒一直走 一直走 耶穌就沒有介意 他又對十二門徒說 你們也要去嗎 你們會不會都走 西門彼得說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 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 你是上帝的聖者 這裡很重要 整個第六章 講對門徒的考驗 他的考驗清楚了 跟從主的動機 不是想跟一個刺麵包的神 跟從的動機 不是想跟一個醫病的神 跟從神的動機 不是想跟一個地上的君王 而是永生之道 好 上一次我不是說 天堂的福音 和天國的福音嗎 天堂的福音沒錯 不過太窄 其實耶穌一直在說的 都是天國的福音 所以什麼叫永生呢 我們在香港很多的教會招牌 叫做信耶穌得永生 是不是 但是你留意一下 這個時候耶穌還沒上十字教 當時那些人對永生是怎麼解釋的呢 所以你要追回二千年前 耶穌那個年代 他們對永生是怎麼解釋的 原來他們將永生 和對短暫做對比的 即是說沒有永生的人 你做的事只是短暫的 所以食物是短暫的 會毀壞的人的生命毀壞 但是永生的意思是 那些價值是全流到永遠的 所以彼得說你有永生之道就是 耶穌說你指點了我們怎麼去做人 你指點了我們走一條 能夠存活到永恆的道路 我們怎麼能夠不跟隨你呢 這個就是專注在永恆的計劃 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你來到Bernabed神教會 你可以信了主 如果按猶太人說 你可以未有永生的 如果你信了耶穌只是為神職 你信了耶穌只是想今生得百倍 你可以未有永生的 大使命是什麼 就是使我們由世界仔 變為了耶穌基督的門徒 錯誤的心態就孕育了疲憊的信徒 所以只是想找耶穌老襯 想得福那些 那些信仰是會弱的 即是你說追求溫飽 神職解困打垮這個暴政 不是不行的 但是不是信仰的重心 耶穌要做王 祂本來就做王 上次我們講的天國的福音 祂就是天國的王 但是目的祂不是以祂的武力 來推翻羅馬 祂是要改變我們的生命 藉著你藉著我 我們被改變 我們就建立上帝的角度 這一個是約翰第六章想說的 所以我們對立六章的回應是 我們對準著主 此至不宜 忠信到底 就好像彼得做的宣告 你有永生之道 你教了我們走一條永恆的路 我們還歸還誰 我們還走什麼路 所以委身是基督教的一個信仰得色 你和其他民間宗教很不同 你想想全世界宗教和基督教的分別 重點這個是其中一個重點 信關公的人很多 在香港 信關公和信據有什麼不同 你信了關公 你回家打人 罵人 貪污都可以 香港那些警察派在關公 賭檔又派在關公 你可以想想警察出隊的時候 關义哥 保佑保佑 今天就土地殺了毒犯 那些賭檔那些毒犯 關义哥 關义哥 麻煩你幫忙我們殺了四方 那你關义哥保誰呢 信耶穌的特點就不同了 如果你跟耶穌 你就要走一條永恆的路 一條永生的路 你這樣歸從耶穌 耶穌就保證你 有永生之道 有豐盛的生命 這就是委身 委身就是專注和投入 是非常重要的 委身是普遍的 一切都是這樣說 你說委身這個字很少說 其實我們不說 但我們正在做 這是commitment 左邊的神跡 有得食 打暴政 和右手邊永生之道 在這兩者之間 我們一定要選 一定要委身進去 不選不行 你說什麼叫委身 很簡單 就是你買一部電視 我來到溫哥說 什麼都要重新來買一部電視 那些電視機 原來很貴的 譬如有一部簡單單單 我問他 他是這個model裡面最低級的那隻 都要1599 還是減了五個水 應該是2099 那怎樣 給不到錢 他就購買卡 那購買卡 購買卡也沒有錢 你便分十期 好嗎 他說每期159元 就購買得起 不過你跟那個人說 老闆什麼事 我今天購買卡 我未來購買就購買 購買不起我就不購買了 老闆購買不購買 你回家吧 這個就是commitment 你簽了個名字 這個就是commitment I pledge 我承諾 未來十個月 我每期都要付 這個就是衛生 所以不需要說 但都已經在做 是不是 購買電視 買樓如是 買樓如是 是不是 你供樓你也是 中美圓 去玩也是 扯大籃 我們下次如果去旅行 旦行大城 我們這邊十個 這邊十個 一起來扯大籃 你去玩 你很慶高采烈 大家拼命拉 說好 不過世尼Sir 我有時候不夠力 所以我不夠力 我就放手 你跟不跟我玩 我會死人 玩個遊戲 都要毀身 是不是 我們十個人拼命拉 你不夠力 都要被人拉 就躺在那裡 但你有沒有說 喂 不夠力的 兄弟方 那對面的十個 就死了 好嗎 又買電視衛生 買樓衛生 玩遊戲衛生 結婚更加要衛生 是不是 無論是愛樂或痛苦 疾病或健康 有錢或沒有錢 我也一生愛你 這個承諾 其實不容易 我就主持婚禮很多次了 其實很多人 都是自己說謊都不知道 怎麼這麼容易 你娶老婆的時候 她的身形 就好像可樂樽一樣 一生了小孩 就變了可樂冠 就是你 John 你怎麼笑得這麼誇張 你 但是你在日一 你承諾過 是不是 承諾過 那怎麼辦 要頂 所以 我婚禮的其中一篇講張 就是要頂住 其實 頂住就是聖經意思 commitment 你是要委身 不是不行 是不是 信仰 就是一樣 是普遍的 委身就是你投入你的時間 委身就是你投入你的金錢 委身就是你投入你的才華 以及你的力量 其實那裡就是你重視的地方 主要你有永生之道 你帶我們永恆活到風盛 我們怎麼會不跟著你呢 就是這樣 所謂委身 你才能夠做到最出色的 大家會不會用電腦用中文打字 會不會的 那你們用什麼打字 倉揭 我開頭大概二十年前都是用倉揭 但是我拆馬很煩 我背記也背不到 又急於要打 於是我就用簡易 簡易是什麼意思 打頭尾馬 所以我的速度一分鐘打二十多隻字 打打真的不是很 很聚財 突然看到一個報道 他說呢 因為你倉揭的策馬 不適合這個中國字的不順 有一隻叫做大翼 翼是翼經的翼 大翼就按足足的不順 變成你打字的時候等於寫字 所以很快上手 並且打得很快 我就很想學 但是呢 原來同時學倉揭 同時學大翼呢 是會神經錯亂的 所以不可以了 大概二十五年前左右 二十三、二十五 我就有機會回來溫哥華 要搞些手足 就是為那個車牌延期 於是就上來 於是我就在那個上飛機前 做了一個commitment 你不會用commitment說 但是是的 我要unlearn 將我整個腦的蒼蠍馬 丟掉它 然後放個大翼馬進去 所以我拿了一本叫做大翼輸入法 就上飛機 飛機本來看書 所以我不看 只是看這本這樣的指納 於是在飛機上背了 大概好像四十五萬 現在多少馬我都不記得了 然後來到溫哥華之後 只是專注一隻馬 就是大翼馬 就找個教友 可不可以借電腦 它又沒有大翼馬 又要重新裝 裝完之後就開始試打 打一下打一下 一分鐘大概打五個字 比減兒還差 減兒 減兒都打二十幾 五分 過了兩天 打十隻 到我兩個星期之後回香港 我已經可以打三十個字 現在你知不知我 打大翼一分鐘打多少 中眼睡都打六十 快的時候 我數過 打到一百字 我現在在這樣 因為我們常常要聽到 我們上網聽到 我一邊聽到 一邊就把那個講章打出來 那邊講章一講完 那邊講章就打完了 即是那個速度可以去到這裡 怎樣做到 就是commitment 不過大翼很差 他改了三次版 他令我第一次版的速度減了 所以現在都是六十幾七十個字 所以如果你要做得好 你要committ 我再講 你沒有時間做所有事情 你只有選擇 你一選擇就顯示了你的委身 你不能夠什麼都去委身 你一定要選擇 所以耶穌說 你不能又是奉主 又是奉馬門 不行 你不能夠對所有美女說 我會照顧你一生 你是會死人的 你只能夠對一個講 其實老實說 對那個講已經很難了 所有男士都有這個 怎麼說 有反應 因為我是研究婚姻 研究親子 要教牧羊 其中一個最大的發言 就是那些婚前的少女 她們結婚之後生了兒子 就演出迪士尼的劇 叫做美女與野獸 她們會由美女 會化身做野獸 所以呢 婚禮重要 基督教的婚禮 莊而不而神聖 在那裡我們成龍 我一生真是愛你一個人 我們的心應該這樣 我也只能夠愛你一個人 已經沒什麼能力在愛別人 對吧 就是這樣的意思 commitment 請記得 你說 我不想委身信仰 怎樣 你想想 你不委身信仰 你就委身世界了 你沒辦法 沒委身 其實是不行的 我躺平 現在最流行的 躺平就是什麼都不去妄身 sorry 躺平就是一種委身 就是一種對妄身的反動的妄身 不明白這句 不要緊的 總之你明白 躺平也是妄身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在教會 就很鼓勵弟兄姐妹 既然這樣 你只能夠選擇 你不妄身 就是妄身 你只能夠妄身一件事 不如委身給大戒命大使命 那你就成就了偉大的生命 因為你委身什麼 你會變成什麼 你全神貫長神的價值 你就會越來越變得做耶穌一樣 那你追求什麼呢 我想請敬拜隊上來 好嗎 比特就說 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 就是我們對準著耶穌基督 我們整個生命投入他 過程裏面我們都要成 過程裏面有困難 我們都要神跡解困 過程裏面被惡人欺負我們 我們都希望上帝給力量 打低那些惡人 但這些都不是我們信仰的重點 信仰的重點跟著住 認定永生永恆 我們就滿有力量了 所以今天我呼籲你弟兄姊妹 來到這裡 好好地立志 是 這個是我委身的方向 永生之道 我們一起閉上眼睛聽聽 敬拜隊唱首詩歌 我咱們唱阿夢 我們要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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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看 爺爺我欣賞全人的聖 悠流下 甘心擺上一切 我身處未成名為下 我久在你堅知 全地白米亞更同無意 弟兄姊妹閉上你的眼睛 心心吸一口氣 人間要有的是什麼呢 有什麼承諾你 帶領你進入去永恆 並且讓你今生所做的事 能夠延展到永恆 能夠全流到永恆 耶穌基督 祂要進入你的內心裏面 祂要在你的深度化成祂的角度 祂要掌管你的生命 祂要帶領你的一生 如果你肯委身給你一位 至高榮耀的主在 祂會在你裏面慢慢來改變你 變成你自己是脫胎援棍 你可能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 你居然變成這樣 你這個人可能很自我 很自私 但是信了耶穌之後 你被耶穌的道潛移默化 我們的生命降德 能夠慷慨大方闖開自己 能夠和人好好地交往 成為身邊的人的祝福 起點是什麼 就是納治 毀生 跟從主 耶穌基督 和我們一起 再深深吸一口氣 是因為你這樣做 你的心就闖開 在這一刻我想呼召我們當中 假如你還未相信耶穌 我鼓勵你現在這一刻 就決定來跟從主 很簡單在心裡說 主耶穌 今天我第一天 有這種感覺 明白原來你是宇宙的主宰 你要來到我的心裡作王 掌管我 帶領我的一生 我現在 我現在 決定 要相信你 Amen 各位朋友 如果你現在在心裡做這個祈禱 我保證你 是從真心真誠地做這個承諾 你會很快去發現你的生命做出改變 因為耶穌已經進入了你裡面 今天我想到第二個祈禱 我想和所有已經信了耶穌的人 來做出一個呼籲 是的 我們都信了耶穌有一段時間 可能短短一年 可能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但願我們 跟從主的初心 從來沒有改變 假如你覺得 有時候你的焦點歪了 今天好不好 我們再調教它 正點 對準著主 在你的心靈裡看著耶穌 對他做一個承諾 主耶穌 主耶穌 我願意正正確確地去承認你 接受你 跟從你 還有這個世界的價值 有得吃 行神職 那些都是其詞 唯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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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存的上帝 我期望我的生命 都變得豐盛燦爛 我決定要跟從你 跟從你 等於前面 如果在祈禱的時候 你發現自己有些偏差 你可以很簡單地在主的面前 承認 扭轉就可以了 我們稱這個就叫悔改 告訴耶穌聽 從今天起 我立志正正確確相信你 不要相信歪了 不要相信一個偶像 是相信你生命的主宰 多謝你 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每一次好地 用心研讀你的道 原來你的道裡 隱藏著很多寶貝 一解開了我們就明白了 今天你透過約翰福音第六章 向我們每一個人呼著肉 讓我們跟從你 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 但願我們每個人都毀身給你 使生命變得不再一樣 多謝主 我們同心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Amen Amen 我們一起起立 都來唱這首詩歌 作為對主的一個回應 和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製作為對主的一個回應 和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和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一首詩歌 天地的蝴蝶蕩 金鸣 我献述 全人的祭 流流下 今心 摆上一切 我宣传祢 成灵伟大 口座祢 堅称 全地万物亦 共同和言 好 让你一切闭上眼睛 做个深深的呼吸 闯开你的心 在主的面前 接受从神尼的赐福 亦都接受从神尼的差牌 去到世界 去到生活中 好好地活出永恒的生命 由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你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圆圆 阿们 阿们 多谢主 今天准备到这里 结束 神赐福祢 下星期再见 一起好好地来爱神 拜拜